柯閧 OK 所以我們現在在Holham Park 的祭地位置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Jong 然後這次就 你在去播嗎? 沒有沒有就錄起來了 這次就有講Jong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感謝 collaps 哈囉哈囉 这样的一个logo的话呢 就是我们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建坊公司 公司的话呢 从1976年开始成立 反正截止到今天的话呢 我们已经连续七年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建坊公司 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子 全部是终身寺宝 终身寺宝 不是指的是灯可以用一杯子 然后不会吸 它指的是主体的结构 比如说落雨落水落电啊 这些之类的 终身寺宝 像什么地毯的话 五年肯定会是要换掉的 还有什么五金啊 水龙头啊 这些之类的 这个是我们在全澳的建坊数量 5213个房子 是我们去年的交房 但毕竟澳大利亚人口只有2000多 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说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了 因为我们可以在全澳建房子 比如西尼啊 莫阿本啊 包巴的来的 我们都有建房子 那么很多那边的朋友会到布里斯班来 特别是现在 你们如果说看媒体上面 会发现布里斯班的房子的价格 一直在涨 就今天还一直在往上涨 特别是租金 从来没有停过 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知道在布里斯班会有换用的 在2032年这之前 政府已经拨款了770个亿澳币 这是很多钱 然后第一阶段 36个亿澳币就花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皇后码头的项目 它结合了商业的综合体 包括公寓 包括赌场 政府同时还为了这个项目 做了一个横宽市中心到 就从南岸公园到皇后码头的一个 一个桥梁 现在的话呢 政府 我们要举办奥运会的三个重点的场所 全部都圈出来 实际上布里斯班的奥运会 并不是只是在布里斯班 它是把黄金海岸跟阳光海岸 变成了三个城市联合举班 所以说圈出来的地方 基本上我建议你们想要投资奥运会 可以在圈圈里面找币 政府的那些所有的 所有的那些道路的扩充 你们可以在高速上面也可以感觉到 有些地方是在建 就是说是高速公路的扩建 变宽啊 有些地方在做桥梁 甚至有些地方在做 我们所说的那种公交站 充电车的公交站 那都是围绕着政府这些蓝色的小点 作为亮点 好多朋友的话呢 已经就是说是 不愿意去在悉尼或者是摩尔本 有更过多的合资 主要就是那边房价比较高 那么租金的收益的话呢 作为分母就是房价 所以说租寿比的话呢 此时刻在另外两个城市 基本上不到3% 但是在我们这边租金的话 既买既得都是在4以上 你们刚才参观的样板间 因为我们这边正好就有点 就是说是容易跟大家描述 是没有 整个样板间在我们的 Arigal是没有单层的 所有那边的房子全是双层的 因为我刚才的话 把奥运会的主要的两个区域 以虚线描述出来 这是我们的布里斯班的CVD 那霍兰帕克的所在地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它是很靠近市中心 基本上只有几公里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早上所看到的别墅 项目的话呢 你们去看的时候 可能感觉不到未来 所以说我把街景做出来了 在这个项目的尽头 会有一棵这样的树 大家可以 就是说是在此时刻 可以看到这个树 也就是说我们沿着这个树 两边做成了咱们的 这个开发项目 在我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总共有 19个两层的双层别墅 那么在这些别墅的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 初步给了大家去看 它就组成了 这个照片里面这种景观 在整一条街上面 房子的每一个外观 都是有所不一样的 我都可以把它拿出来给你们看 然后每个外观都有自己 不同的户型图在这里 有一些房子很宽 也有一些房子是像 这样子比较窄一点 因为土地的情况有所不同 如果说要是来到土地的户型图 可以看到部分的房子是比较窄的 然后像这些都是比较宽的 最宽的会在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 还是我所说的那句话 就是说有一些是 比如说土地稍微大一点 一百八十多万一百七十多万 还有一些很大的土地 比如说两百多万的 就是五百多平的土地 价格表的话到时候你们也去找自己的 保佑去要 这是我们在 Irig Road项目的情况 其他的话呢 你们去看的全部都是购买土地 那么如果说你看中了 比方说Arise的土地 那么拿着土地的合同 最后可以过来到我们公司来建房子 我们可以给你去私人定制 比如说建一层也好 建两层也好 建350平方米也好 还是建400平方米也好 没问题 因为我们是一个建筑公司 当你们买好了土地以后 可以过来到我们去进行成建 而这些土地的话 是我们跟开发商一起 已经做好了 在私中心的一些土地之下 通常老城区都会这样 你想要买新房没问题 买个旧房子拆倒 你重现一个 这样子会有一些新房子 但是呢就不会成为小区 也有可能你家是新的 隔壁可能是个旧房子 也有可能这一条街 可能就是你们家是新的 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拆到中间 而且还在老城区里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很多的房子的话 它可能有一些风格 比如说维多利亚式风格 它不允许你去拆 然后老城区里面 还有些地方 可能我们都听说 布里斯巴会淹水 那么可能就是说 在不了解的情况 你会觉得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 但实际上在 71年的时候淹过一只水 比如说三五年前 也淹过一只水 因为它都处理好了 你不是很清楚 我们公司这些 土地跟建筑的套餐 因为要给终身治保 所以说我们的土地 都不可以在淹水的地方去建 因为淹水了以后 首先发言公司就不给你赔嘛 然后我们公司就不给你资保 所以说对于Erit Lowe这样的地段 在老城区里面 然后一个崭新的小区的机会是比较难的 并且我们针对这个项目 才刚刚上市没有过长时间 所以说里面有很多套 你们都可以去选 几乎就是说是有 百分之七八十 你们都可以去选 因为我们只卖掉了两成左右 那么我们肯定是 最大公司的 就是说最大的建筑公司的品牌 来帮你们去护航 希望你们今后就是说房子的话 无论是城堡上面 建筑公司上面 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 有很多很多台湾朋友 他们真的很愿意去住在南区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Rochdale 包括Sunny Bank 包括Horland Park 这些都是属于南区 因为好像老前辈们 他们四五十年前来的这些台湾朋友 特别香港的这些台湾朋友 我华人真的很喜欢在南区生活 现在的南区的餐饮 包括一些什么购物 也是目前最方便 我一说Sunny Bank 大家都叫它小台北 这个名字也不是我取的 那就是证明有多少台湾人喜欢 在我们南区生活 好 我们不愿意去住 我们好